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用iPhone发免费的简讯 各位iPhone的使用者应该都知道 iPhone里面内建有讯息这个App吧 但是你知道里面又有分为简讯跟iMessage吗 iMessage是苹果自己开发的即时通讯服务 它跟简讯是不一样的 今天只要你跟对方都有Apple ID 并且使用的都是iPhone 那么所发出来的讯息 就会自动通过网路发送 不用经过低信商 因此也不会产生简讯费用 有很多人一开始用iPhone 可能搞不清楚说 讯息里面的对话到底是iMessage还是简讯 到底是不是要收费呢 还有对话的颜色到底是差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点到iPhone上面的讯息里面 来看一下iMessage跟简讯的差异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对话视窗 上面它的对话是蓝色的 然后我在打字的时候 它右边的发送键也是蓝色的 那这个时候你传送出去的就是iMessage 它使用的是WiFi或行动网路来传讯息 可以传到iPhone、iPad或是Mac 它是免费的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另外一种Line 那今天这个iMessage 不只可以传送蚊子 而且还可以发送照片或者是影片 当然发送的速度就看你网络的速度有多快 那如果你人在外面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网络的有量的部分 那它的使用方式其实就跟Line是一模一样 它有群组聊天或是贴图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对话视窗 你看到这边我的讯息是绿色的 然后我打字出去的时候 它的发送键也是绿色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普通的SMS简讯模式 那注意一下它这个分类其实它是会自动切换的 它会去侦测说对方有没有Apple ID 然后它有没有在用iMessage 还有最重要的是对方有没有连上网络 那如果iPhone自动侦测对方不符的条件 例如说对方是Android的手机 或者是他没有使用iMessage 或者是他没有网络的话 就会以这样子绿色需要减讯费的方式传送 那我们把两个模式放在旁边大家比对一下 今天免费使用网络来传讯息的就是蓝色的这个对话 那今天需要减讯费的话 就会出现绿色传送键跟绿色的框框 所以在发送讯息之前记得要看一下这个箭头的颜色是什么 那看完了简讯跟iMessage的比对 我们来看一下iMessage可以做哪些设定 就是说你今天要帮你的家人亲朋好友设定的话 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使用iMessage 使用免费的简讯 首先我们打开设定这个App 然后我们往下滑去找到有一个选项叫做讯息在这里 里面你看到中间有一个iMessage的选项这个选项要打开 不过通常大家预设可能都是打开的吧 除非你可能第一次使用之类的 然后我们往下滑去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传送读取回调 这个选项就是对方能不能够看到你已经已读 如果你把它关起来的话 对方就看不到你已读啰 再下一个也非常重要选项 叫做以SMS格式传送 这个选项如果打开的话 如果你今天iMessage传送不出去 它就会自动切换成SMS的简讯 也就是说它会需要付费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选项关起来 避免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动切换到简讯模式 那就算把它关起来 平常要发送普通的简讯也是没有问题 他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以蓝色的iMessage发送 如果它传送不出去的话 它不会自动切换成绿色要收费的状况 那我们设定完之后 回到这个讯息的画面 今天如果你第一次要跟你亲朋好友使用iMessage的话 你就按一下右上角这个新增讯息的按钮 这边搜索人你就按一下右边的加号 来搜寻你要的对象 假设我今天新增了一个搜索人 他的字体是蓝色的 然后上面是新增iMessage的话 就代表今天我们已经切换到这个免费的iMessage模式 但是假设我今天新增另外一个联络人 他的字体是绿色的 像这样绿色的状态就代表今天你新增的是一封简讯 然后看下面你的传送键也会是一个绿色的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想要的联络人 他没有办法切换成蓝色的话 就代表对方的条件没有满足iMessage的条件 你可能就要去看一下他今天有没有连到网络 或者是他有没有开启iMessage 因为这个iMessage还有简讯模式 iPhone他是会自己侦测的 那如果再不行的话 你可能就要去联络人里面 帮你的联络人新增他的Apple ID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确保你能够使用iMessage 而且不只是手机号码可以拿来传送iMessage 今天你的iCloud账号或是Apple ID 只要直接输入到联络人这一栏 也是可以拿来传送iMessage的 不过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手机之外的苹果装置 来传iMessage的话 你可以到设定里面看一下 你现在上面榜的账号有哪一些 以MacBook举例的话 一样就是打开讯息 然后我们按偏号设定 那这个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iMessage 你就看到所有可以传送iMessage账号 出现在这里啰 好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iMessage里面 以送答跟以读的差别 像是现在我们对话视窗里面 大家看到我刚发送的这个讯息 它下面出现的是以送答 但是在上面的对话出现的是以读 那就代表说下面的这一则讯息 已经传到对方的手机上了 但是对方还没有读取 那上面的就是已经送答 然后对方已经读取了 那我们刚才在设定里面 就有一个选项叫做传送以读回调吧 今天把它关起来的话 对方就没有办法看到以读这个选项 那对方看到的永远都是以送答 另外还要提到就是iMessage 现在并没有收回这个功能 就是使用Line的各位 应该都知道里面有一个收回讯息的功能吧 那个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你今天不小心打错字 或是传错人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收回然后传新的嘛 但是iMessage是没有办法收回的喔 它只能删除 但是删除呢 是没有办法删除对方手机里面的讯息的 那如果你想要删掉讯息的话呢 你就先长按讯息 然后这边有一个更多 里面呢你就先把你要删除的讯息先勾起来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删除讯息就可以啰 再来下一个iMessage的小技巧呢 就是今天你发送讯息可以帮他加上特效 今天你打完你要的讯息之后呢 你长按右边的发送键 里面呢就会跳出许多的效果 你可以去选择 例如说震撼好了 它会有一个很震撼的效果 然后上面还有另外两个选项 另外一个是萤幕 就是整个萤幕都会是这个特效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去切换一下 我们再来继续玩这个泡泡 这边有一个隐形墨水 然后那个照片也可以有隐形墨水 我们来试看看 就是今天呢你在这边 图片这里去新增一张照片 新增完照片之后 我们长按这个发送键 然后再去点我们刚才要选的这个隐形墨水 这样子发送出去之后呢 对方就要有点像刮刮乐那样子 把这个图片刮开 然后它还会慢慢的缩回来 然后就可以再刮一次 就还蛮好玩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iMessage的使用教学 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成功的区分出iMessage 跟普通简讯的差异了呢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